好來繼續來看 中營 路主團體的協商 二十九號選擇打局 上方的台東都打盡 八天也繼續在進行 十八的空火園 到底有算是控制嗎 路主上方的看法是很不一樣 這也是協商打局的關鍵記憶 學家來提示 這個出風的台東共的 可能會讓路主關係進入到危險期 民航局也要找中營 了解十八的空火園 當中的狀況 路同步也要找路主上方來協調 另外拼搏社會說 目前路有業者的高層 他們的損失台幼是十八億 希望政府可以定定百天的以後期 來抗給這個衝擊 中營團體協商離到選國破局 路主上方不強小 自風台東也全做共和 資方一直擺的是非常強硬的態度 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很積極的 從一開始就想要去解決這樣紛爭 罷工的時程拖得越久的話 對資方來講也是一種傷害 如果是為什麼中營航空公司 無法投協的資源 就是十八名不進入客廠的空火園 到底有算控制嗎 工會要求中營航空 不能算控制 但是中營航空 現時暫時在做控制 如果是調查屬性就要出份 這路主上方的看法都不一樣 工會已經開始宣告阿公之前 那他們已經報導要開始 已經開始扶請的話 那我覺得當然長榮在這方面的處理 應該會有他的一些的依據 那如果事實上他們只是報導 那事實上還沒有開始扶請 當然他們這些都是一些工會的會員 就必須要去聽從工會的這樣的一個指揮 工會會員去執行工會的指令 這是工會法 以及說相關的團結權的行使的範圍 調度的義務在你資方的手上 你應該要去調度其他人 明蘭教也表示會適合找中營航空 2000這十八名空火園 當天會出現狀況 老闆博表示 陸前突然努力跟路主上方協調 暫時沒對多說明 只是如果都沒有人要國土的一步 這張百天空間第一時間來很難結束 對路主上方都會帶來 不少傷害